第四百二十七集 张叶拳头一回 竟然发出了一拳 这一拳 似虚似幻 穿越重重拳影 就像是流星一般 悄然落到拳惊天身上 砰 拳惊天被拳头击中 整个人都后退了一步 脸色难堪地出气 他乃是堂堂的拳法大甲 现在居然被敌人用拳头轰中 这简直就是莫大的讽刺 拳惊天怒吼 想要反击 但张叶这时候 又挥出了三拳 每一拳都蕴含着无穷奥妙 三拳 就像是三颗流星 正正砸到了拳惊天的身上 砸得拳惊天气血激荡 伸受重伤 好厉害的拳法 不过 张叶体内的先天真气太说了 虽然轰重了我 但我还是没事 只要我顶过这一波攻击 张叶就死定了 拳惊天咬牙切齿 就在这时候 一道小小的月牙 悄然飞入 正正切到拳惊天的颈部 铁拳门的门主 拳惊天 当即死亡 数十万里之外 胡青石看着巨镜 神色丝毫不动 张叶的战斗力 远远超出胡青石的意料 击连灭了铁拳门 白骨门和铁锤门 但越来越多的人 已经赶过来了 张叶注定走投无路 张叶已陷入包围 一切都很顺利 但我怎么感觉到 这其中有些不对劲呢 胡青石盯着巨镜 面无表情地思索着 正如胡青石所料 张叶现在已经被包围了 数十个真道强者 再加上数百个武道高手 紧紧地把张叶包围住 这些人不但包围了地面 就连天空也被他们封锁了 张叶不言不语 手里的长刀不断挥出 他每挥出一刀 就会斩杀一个真道强者 实力弱小的武道强者 张叶一斩过去 就可以斩杀数十人 几个眨眼的时间里 地面上就躺了二三百区的尸体 鲜血汇聚在一起 地面都染成了红色 张叶接连斩杀了 二三百个真道高手之后 围攻张叶的真道强者 终于变了脸色 张叶现在就像是一个杀猪的屠夫 长刀每次挥出去 总能斩杀一名真道强者 无论实力有多高 都逃不过张叶的长刀 张叶又像是一个割草的人 他手里的长刀不断地挥动 周围的人就像是杂草一般倒下去 这些倒下去的人 无一例外 都是喉咙被割断而死 最让真道强者们心惊的是 张叶似乎完全不需要力气 也不需要什么刀法 他只需要简简单单地出刀 就能够斩杀对手 张叶的刀不快 但却蕴含着一种莫名的意境 明明看到长刀斩过来 就是无法躲开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刀锋 划过喉咙 真道高手 都是身经百战的人物 他们自然知道 张叶这种看似简单的刀法 实则是对刀刀的一种极深理解 正是对刀刀有了极深的理解 张叶随随便便斩出的刀 都有着莫大的威力 即使是真道三重 和真道四重的高手 也接不下一道 张叶此死刀法当真是可怕呀 是啊是啊 如果他成长起来 只怕又是一个刀军 以老夫看呢 张叶此次肯定是 得到了刀军的传承 只要刀军传承下来的刀法 这才会如此的可怕 即使是真道四重高手 也接不下一刀啊 对对对啊 上古刀戒果然不通凡响 不知道张叶的身上 有没有刀军秘密集 如果得到了刀军遗留下来的密集 老子 老子可就名阳子灵域了 张叶杀得快 但围攻张叶的人 却是越来越多了 原来张叶的行踪已经暴露了 附近的高手不断地赶过来 不断有高手扑上去 打算斩杀张叶 但也有很多老谋深算之辈 他们躲在人群后面 一个个低声地议论着 准备在张叶 筋疲力竭的时候 再一举出手 眨眼之间 又死了上百个真道高手 武道强者更是死了数千人 密密麻麻的尸体之中 一股股鲜血 交汇在一起 形成了一条小溪 方圆石树里内 一片鲜血的腥味 一个大秀飘飘的老者 踏空而来 客道 好高明的刀法 本身彩花门大长老 花飘飘 各位给老夫让开 让老夫 毁一毁磁磁磁 花飘飘 来到张叶的前方 手里的长剑轻轻一挥 把张叶的刀震开 冷笑道 张叶 听说你得到了刀钧传承 得到了大量的山谷刀脊 现在 你有什么本事 就拿出来好了 你那些扑扑通通通的刀钊 就不要拿出来了 老夫 看都懒得看 张叶哑然一笑 长刀在空中 微微一阵 一轮明晃晃的烈日 突然出现在虚空中 往花飘飘的头顶 落下去 花飘飘感觉到 这轮烈日之中 蕴含着一种可怕至极的为难 更可怕的是 落日四万十块 刹那间 锁定了他所有的退路 以他真道六重的修为 都有一种 无法应付的感觉 退 花飘飘顾不上身份 身形击退 但就在他后退的时候 这轮落日 如影随形地跟上来 就像是一道彩虹般 灌入他的身体之中 砰 花飘飘的身体 被骑胸切成了两端 心脏跌出了胸膛 还在砰砰砰地跳动着 花飘飘艰难地指着张也 说道 这是什么刀法 是不是山谷斩计 落日斩 张也漠然点头 花飘飘长叹一声 气息断绝 双眼却牢牢地睁着 以花飘飘的战斗力 即使张也施展出落日斩 也不可能一招刻敌 但花飘飘太过于自信 而张也出刀又太过于突然 花飘飘根本没想到 张也一出手就是善顾刀进 猝不及防之下 邓石被斩成了两端 死不瞑目 本人乃是铁剑门门主 方本氏 看见 花飘飘刚刚死去 铁剑门的门主方本氏 立即踏空而出 一剑朝着张也斩下来 张也眼皮都不抬 手里的长刀在虚空中一切 长刀就像是一轮朝阳 突然升起来 丝丝的霞光 映照着大地 突 方本氏刚刚出界 喉咙间突然多出了一道伤口 所有的动作都凝固起来 方本氏捂着喉咙 哑声问道 这是什么刀法 张也淡淡地说道 上古刀计 朝阳刀 方本氏 嘴角露出一丝苦笑 手里的长剑 当得一声吊响 身躯倒地 化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花飘飘 是真道六重高手 方本氏也是真道六重高手 两人在方圆百万里中 都是有着不小的 微明的人物 两个实力强悍的真道六重高手 居然被张也两刀就杀掉了 这让周围的强者脸色巨变 一个个都倒抽冷气 一些胆怯的人 已经悄悄地移动脚步 开始后退了 张也目光环视 嘴角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嘲讽之色 说道 你们不是想擒下我吗 不是想看看上古刀计吗 现在 你们可以出手了 沉默 面对张也的挑衅 在场数千人 包括数百个真道强者 居然没有一个人敢出声 所有的人都紧握拳头 但脚下却是死死盯着 根本不敢冲到前面去 过了一会儿 终于有人吼到 我们是这么多人 怕个鸟啊 啊 我们一起上 才宰了他 随着声音 几条身影嗖嗖嗖嗖地飞起来 朝着张也扑过去 这几个人 都是真道五重高手 齐齐出手之下 方圆百丈 等是风声大作 引起有雷霆之声 在他们的合击之下 就算是两三座高山 也要被他们哄批 张也身形丝毫不动 手里的长刀轻轻挥起 异常地温柔 就像是一个少女 正在轻轻打理着 他的青丝 刀光闪起 四个真道五重强者 急速飞行的身形 陡然间一致 下一刻 他们就像是一群 失去翅膀的鸟儿 狼狈地跌落在地 四个人的喉咙间 不知道什么时候 多出了一道伤口 还冒着热气的鲜血 正从他们的喉咙间 冒出来 张也轻轻地收回长刀 淡淡地说道 这是上古刀计 断情刀 遥遥包围着张也的强者们 心头都泛起了深深的恐惧 张也这种随手杀人的手段 实在是太可怕了 即使一致坚毅的真道强者 看到张也如此轻松 就杀了四个真道五重高手 也不禁头皮发麻 额角冒出冷汗 张也淡淡地看了一眼周围 叹息道 看来你们是不敢出手了 既然你们没胆子出手 那么你们就快快地让出路来 免得我再开杀戒 听着张也轻蔑的话 数百个真道强者 心里都生起一种强烈的耻辱 数百个真道强者 竟然被张也吓成这样 连出手都不敢 这绝对是耻辱 一生中喜之不去的耻辱 拼了 我们和他拼了 对 和他拼了 我们有几百个真道高手 不信杀不死他 冲啊 耻辱啊 数百个真道强者 齐齐地朝着张也扑过去 张也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手里的长刀急速变换 射出一条条道杠 他的身形不退反进 骤然间扑入到人群之中 扑扑扑扑扑扑 张也进到人群之中 就像是猛虎入羊群 他的身形以一种奇妙的步伐踏动着 密密麻麻的真道强者 竟然都锁定不了他 真道强者们疯狂出手 但他们的攻击 都被张也以一种巧妙的手法 转移到别处去 丝毫都伤不了张也 剑鬼 这赵老七你的剑 怎么刺到老子这里了 哎呦 是是是我 你你的全糊涂我了 慢一点慢一点 小子你认准了 你打到我了 张也不断出道 人群混乱至极 惊呼之声 惨叫之声 气轻轰击之声 和兵器切入肉体的声音 不绝于耳 真道强者 就像是杂草一般 一丛丛地倒下去 五个眨眼之后 地面上又躺下了数百人 这些密密麻麻的尸体之中 至少有两百多个实力强悍的真道强者 张也脸色苍白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他满意地看了一眼地上的尸体 淡淡地说道 上骨刀计 乱云刀 全场寂静 一些过于惊骇的高手 连舌头都不记得收回 就那么长长地 伸着舌头 呆呆地看着张也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谁都无法相信 张也竟然能够在短短的几个眨眼的时间里 杀掉了二百多个真道高手 怕了 看着浑身鲜血的张也 这些心智坚毅 神经万战的真道强者们 心底下的恐惧 就像是杂草一般疯狂的滋生 一些真道强者 下意识地后退 远离张也 眼看这数千个高手 就要被张也杀得崩溃的时候 一个威严的声音 突然 响了起来 废物 几百个真道高手 几千个武道高手 居然被一个身受重伤的人 杀得溃不成军 简直是废物 听好了 张也次子的刀法 虽然轻妙 但他本身体内的先天真气 已经用得差不多了 你们只要大胆上前 就可以把他擒拿下来 你们立即动手 谁敢后退半步 老夫 就要诛灭谁的九族 随着声音 一个长山中年人 突然出现在人们的头顶 看到这个长山中年人 在场的真道强者 都松了一口气 纷纷叫道 柴长老 狂兽从外门大长老来了 这下好了 长也死定了 这个长山中年人 赫然是狂兽宗的 外门大长老 柴虹 柴虹 不愧是大宗蛮的人 他一到来 立即就震住了场面 那些被张也杀得胆战 心惊的真道高手 纷纷定下心来 柴虹锐利的目光 看了张也一眼 嘴角露出一丝冷笑之色 缓缓地说道 你们听好了 谁第一个在张也身上 留下伤口 本长老 将你真道密集两本 商品经元石 两万块 谁第二个在张也身上 留下伤口 将真道密集一本 商品经元石一万块 谁第三个在张也身上 留下伤口 将商品经元石一万块 第一个将张也琴拿住的人 可以获得五品真气一件 商品经元石三万块 另外 可以进入外门藏书阁中 咱看真道密集 三天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